那接下來侯友宜市長可能也要再努力 讓選民對他恢復信心 我們來看看這是林傳媒 針對他的施政滿意度做了一份民調 結果呢顯示對他施政滿意 而且非常滿意的比例 加起來只有30.95% 這跟去年三月份有高達68%的滿意度 可說是幾乎腰斬了 那甚至還有高達六成三的新北市民認為 侯友宜應該要先請辭市長 再來全新投入總統大選